各位阿伯 今天在這裡要很認真跟大家說 很多電台在買藥是無合法的 天板有糖黑白吃 這樣真的有糖真的有糖 如果買這黑色的藥 不是像花錢而已 如果吃了不太好 身體壞掉 嚴重可能要花藥 但如果打白 就要去給他身體看 如果要拿藥 就要出來轉眼買藥書 才不會花錢 又傷身體了 今天有卡擁有保平安 中部的藥品求心安 大家好 我是藥書丹伊安 很多中部的時段 會聽電台介紹去買藥 兩天一通就有的就是兩三千塊 到底要買才來老保平的藥品 會有什麼方法 用藥又要注意什麼事 就算是年輕人都有可能不清楚 今天就跟伊安藥師 做回來了解看 濫用藥物是藥劑出問題的完英籍 來入不明的藥品 有可能會有 碼兜磷酸 類固醇 或是消炎肌痛藥 吃了有可能對身體造成傷害 嚴重可能要洗藥劑 很多中部的時段 感覺自己買的是重要 是保健食品 比較溫和 比較安全 不過這種來入不明的產品 吃了是沒有保養的 所以就算是溫和的食品 還是藥品 都沒有建議大家在來入不明的通路購買 才不會開錢的傷心體 有時我們會聽到某人說 這個藥物我上次的家賓有好 也給你吃看的 在你有休想的鏡頭時就推薦你輸用 不過每一個人的健康狀況不一樣 適合的藥物也不一樣 如果是生態使用不一定會有效果 還有可能對身體造成傷害 嚴重可能還會觸犯法律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先讓我們來了解一下 台灣的藥品分級制度 依照藥品的風險來做分類 分作陳藥、指示藥、處方藥 陳藥就是大部分人可以在藥局 或是藥妝店在這裡買到 性分比較安全也比較不會有副作用 不過在使用之前 也是要先看陳抽說明書 和儲存藥品的標示再做使用 指示藥也性分比較溫和 不需要醫生處方 在使用之前 也是要諮詢醫生跟藥師 在鑽壓邊緣的機器才可以使用 大部分的感受藥 或是微動藥都是這種的 處方藥需要疑似的精端 開立處方簽再給藥數調節 處方藥它的風險比較高 使用也要特別注意 像糖尿病 或是高血壓的藥品 都是不可以剩菜使用的 了解藥品的分級制度之後 大家應該都知道 不可以剩菜跟親家朋友聽藥 若是拿到管制藥品 有可能還會觸犯法律 剩菜好空到消暴 也有可能跟自己領來麻煩喔 食藥署有用藥五部原則 不聽不信不買不吃不推薦 不聽不要聽誇大不實的講話 不信不要相信身體好個的藥品 不買不要來路不明的藥品 不吃不要吃飽送的藥物 不推薦 不要推薦藥品給親家朋友 所以在藥品的時候 不需要分辨誇大不實的廣告 也要記著親家朋友的推薦 勞記用藥五部原則 對自己的健康照補充 你還沒聽過地下電台的 誇大不實的廣告 就算是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 同樣有時大人 因為聽說過要買藥物 採進一個雙身體 所以一定要關心家裡的老大人 若是用藥物有問題 一定要請教醫師或是藥師 這可以拼命醫療數目的發生喔 這下一個是什麼 我忘記了 不聽不信不滿不吃不推薦 那是有家的基礦的Yahoo 請給我們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